現在台紅彈腳 你覺得馬英九在這時候仿中適合嗎 其實這是一個嚴肅的題目 這個 當然這樣啦 有一百萬的台商在大陸 大陸佔台灣出口43%的 這些OK 我們都知道 就是說 總是我們跟大陸還是有些來往 也要有人去關心 這個沒問題 再來就是說 法律上面合法 但是這樣啦 我如果以一個國民 或是說一個政黨領袖在看這件事情 因為馬英九仿中跟蔡英文仿美 時辰竟然一樣 這絕對不是巧合 但是這樣啦 如果這個各自訪問 在彼此之間是有默契的 是配合的 那就是說我們也要讓兩邊的都知道說 讓中國大陸說 我也不是完全去美國 我也來中國 如果是大家都是有配合的 這個還好 我現在最怕的是各幹各的 哇 這就麻煩了 所以常常是這樣啦 處於兩岸關係啦 最重要是 要先有國內的共識 所以老實講這一次 馬英九總統 黃中馬 蔡英文總統 黃美 我做一個科學家啦 在機率上會時間剛剛好 這不太可能 那問題就是說 到底這個有意義的行動 是我們內部有共識的還是沒有共識的 如果是裡面各幹各的 哇 這個就是台灣的政治危機 這表示我們是一個分裂的國家 那當然 也許他們真的兩邊都有協調過 那是要唱雙簧 那就還好 但是 我是不曉得 我覺得這個還是沒有辦法 這常常是這樣啦 這種複雜的問題 有時候也不適合在公開場合討論 但是我還是希望說台灣是一個團結的台灣 不是各幹各的 如果今天這件事情是各幹各的 你知道 各行歧視 那這個真的就是台灣的危機 因為他們出訪 還包括說郭台銘也出訪 會不會擔心說你自己出訪的新聞被沖淡 是不是有人想要別人呢 我倒覺得還蠻剛好 因為三個都是4月7號回來 4月8號換我出口 我包辦所有的新聞 好 謝謝 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他是澎湖福澎喜來跟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條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 也是加分再加分